马路如虎口不能随意走 对于视障人士来说就更加危险了 不过近日网上封存了一条车镜片 引来很多网友的热议 片段所见外卖员行驶到白石角 近日龙湾对开的时候 突然见到一个握着盗门手杖的视障人士 走了出马路而似迷失方向 外卖员立刻由右线扭汰转左线 车到哪里了 之后外卖员停车上前帮忙 协助视障人士走上行人路 这个有爱的行为一致引起网友激震 真是要叫声大师兄 好人好事抵震 师兄值得拿好事文章 送他上东章 应网民要求我们立刻送他上东章 有请李先生 前晚来的 前晚夜晚六点 我刚刚那次就是送那个海入湾二旗送完 转出去马路的时候就见到 这么奇怪 有个人走出来 接着我见到那只盲工竹 我就知道可能是什么 我真的害怕 所以就立刻转过去 就是帮他上行人路 当时正是跟他说 你走了出马路中心了 我现在带你上行人路 你跟我走 他还差点跌下花槽 那一刻 为什么呢 因为他应该知道自己走错路了 他见到那里 他知道自己在右边 你就想走到右边 但是他有个花槽在那里 他应该是走着走着花槽边 应该跟错了 早了一个路口 走出马路了 其实他下一个花槽边 那边才是他要走的马路 我感觉他都害怕的 车是多的 还要快的 还有左边的盲弯位 那些司机通常都是向右看的 看完右边没有车来 他转左走就去到他刚刚出行人路的位置 虽然危险 不过李先生说 救人要紧 你不是第一次帮人的了 不是第一次帮人的 很危险 一定要帮 没办法 帮这个自然反应 其实放这条片上网的原因 最主要都是 关心身边或者有状况出现的人 其实我都没想过 这个这么小的举动会这么大的回响 开心的 发放一下正能量 我觉得这个社会很需要这些风气